在台中五甲莊開雜貨店的辣媽 站的門口望著風機 最近的一座距離不到100步 大家都不管住這裡了 一直往外牽 一直牽 因為他們覺得住這裡真的是太吵了 而且那個紅龜山你剛剛有去感受 他那個感覺 他打你的腳會痛 然後聽風車聲 給他鬆 鬆 那如果風很大的順序 鬆 鬆 和風機當鄰居多年 很難想像天天被魔鷹穿腦的痛苦 我們老公 去年才死 他說真的把他擦死 他說他晚上都不知道 他說我們求助無門 沒辦法 後面這一次是目前 能源公司在雲林縣 路上行風機的型號 就是俗稱的3600千瓦 根據自救會提供的施工說明會公文顯示 業者變更發電容量 未來市值在雲林的風機比現有的風機更大 發電量達到4200千瓦 風機會長高嘛 又會長胖 又會長大 那還是沿用著250 那這樣適當嗎 我們現在距離風機大概是250公尺 我們來看看它的分貝值目前是多少 風機噪音會不會影響睡眠 以雲林四湖鄉為例 風機噪音加上背景值 大約60到70多分貝 而到遠離風機的住家兩側 大約40多分貝 相差約20到30分貝 這個噪音我是聽過 那主要它這個風機產生的噪音 是一種低頻的噪音 陳光超醫師 早期投入電子耳微創手術 也是研究噪音領域的專家 低頻的話 假如長期的話 當然會覺得讓你會比較心煩氣躁 就會開始有這些焦慮 或者是睡不著 這當然是有可能 經濟部能源局網站也公布 風機噪音在住宅區夜間 不能超過36分貝 陳醫師提醒 臨床上敏感的人 更需要注意低頻噪音 這種噪音 長期噪音造成的定律審視 那是永久性 等到產生來不及了 是沒有辦法回復的 沒有辦法回復 真的夠 希望 如果沒有要痛 沒關係 老呢 不要再有了 辣媽老闆娘說 希望以後不用吃藥 也能一夜好眠 政府有聽到人民的聲音嗎 還有什麼忘記講的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